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試過坐在客廳跟大家淘寶開箱 通常我的影片都是在房間拍的 但去到一些很大型,像雙十一 就唯有在客廳開箱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5月5日至5月9日 就會是淘寶的母親節 這次會有一個主題 在5月7日凌晨12點至2點 5月8日和5月9日晚上8點至9點 在這個時段會有五折商品限時封場 到時可以選擇下面的說明文去搶購 而5月5日至5月6日早上10點和晚上8點 打開手圖母親節主場就會有紅包雨 可以搶高達1000人民幣的紅包 而5月5日至5月9日這段期間 每天都會有500款爆款直降低至5折 過百款的母親節大禮包享5折的神怨 而天貓全球官方店1元秒實 全店包遊 還有母親節精算禮盒 四日必達 遲到必賠 按下方說明文的連結就可以去搶購 最後打開手機淘寶APP 輸入分關鍵字 今次的主題 開啟拍立圖 立即玩遊戲 完成遊戲步驟 立即可以抽回紅包 最高有1000人民幣 好了 我們宣傳2的時間又要結束了 看回淘寶開箱 所有貨品連結都會在下面info bar找到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看 剛才所有的優惠連結都可以在info bar找到 今天這個淘寶開箱的主題 其實是比較特別的 全部都是一些家庭用品 或者是廚房用品 為什麼會買這些呢 就因為我和我男朋友 接下來有一個大項目 就是我們會在長洲租了一個房間 一間小屋 用來星期六日用的 是不是很奢侈 總之就有一點點我們自己的原因 就有這個決定 到最後最後 將來大家應該都會看到那間小屋 而且一定會和大家做room tour 第一個要開的 就是我現在超大盒的這個 我想可能應該是一些鍋 啊 沒錯 嘩 好大盒 首先它是送了這些木製的筋 啊 湯殼啊 做什麼啊 你又要啊 鍋鏟啊 大家看看質地 其實也不錯 也是木的 不是膠的 然後就有一個大盒 超重啊 我先放下它 那裡面就會有四個的鍋 或者是一些鍋 首先呢 就會有一個炒東西用的鍋 它就會有一個蓋子 蓋子也吸得很陷 是完全膩的 而它的餅是木餅來的 所以煮東西吃的時候就不怕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那些呢 旁邊都是用鐵 然後超熱的 那就不會的了 這個就不會全熱的 然後呢 就有一個比較小的 煮公仔麵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意的 那最後 要將這個東西反轉呢 它這樣 吸就會吸到的 只不過我要將那個的位置反轉它 那它全部一送過來的時候 這些邊邊位都有一個醬筋 就不會花的 而第三個呢 就會是一個可以用來炆東西 煮湯的鍋 也是有自己專屬的鍋蓋 而最後一個呢 就是煎餅 好像打網球那樣 那在淘寶那裡就寫明了電磁爐 煤氣爐 以及電圖爐 都可以用的 那一套四件呢 就358元人仔 我自己就覺得很划 好了 然後就開這一pack了 走開 下地吧 沒有位置 下地 下地啊 兒子啊 你擋住了我啊 你又要拆 好了好了好了 一起拆 一會兒 一會兒 第二個呢 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調味架 來的 他就送了一張貼紙 有些很正常的調味料 哇 開這些我真的有很久吸塵了 救命啊 對了 他裡面有一些很細的筋 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吐刺 是會打得爛的那些來的 好了 那裡面呢 首先有個架 他寄過來是爛了少少的 然後呢 這個架呢 上面可以放一些的 醬油 油啊 麻油啊 那些 然後中間這個位置呢 他就有四個這種的蟹 就連同剛才的筋 就會放在中間這裏 就放些鹽啊 糖啊 三分那類的 然後最底這裏呢 就會是放這些小鞋子 然後呢 他是給了一些木塞 我們呢 到時呢 就可以把它放在這裏 就是一個小櫃筒 這個我買的時候 是119元人仔 所以 我也覺得是 很划算的 因為他送的那些鞋子 全部都是陶瓷造 我覺得造工都很漂亮 完全沒有任何瑕疵 那個木呢 這個呢 是小米的熱水壺來的 他的紙盒就非常非常簡約 剪下你又做什麼啊 你都整身發泡膠啦 我現在開出來看看 其實操作應該很簡單 就是拍這個仔煲水 然後這裏是打開蓋 裡面是不鏽鋼的 銀色這一種來的 底座呢 還要沒有凸出來的 他的直徑是跟那個水壺一模一樣 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不知道會不會發光呢 我遲些試一下 煲一兩次水 看看是怎樣 那這個的價錢呢 是99元人仔 然後這個呢 就是風筒來的 我一直都以為我買了小米 我看看 上面寫著 小米生態鏈素氏吹風機 原來真的不是小米 原來我養醜了 在我自己家裡 我是用Panasonic 是覺得很好用的 我都用了大約三年左右 但是呢 那個風筒也要一千元 然後Daisen那個要三千多元 那我就捨不得了 因為前這個家裡 我都不是長住的 我都是一個星期才去一次左右 所以呢 我都不捨得買太貴的風筒 都是吹頭髮的 就是我男朋友是不用風筒的 而Chopper也是有吹風機 所以只有我自己一個用 那我就買這個便宜的 這個感覺很大陸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它不做全部白色呢 我買了膠紙之後 它就有一點金屬感 都不算很大媽的 但剛才第一次我真的 認真說我是嚇到的 那這個風筒呢 是1800W 那就 雙負尼之間 那麼厲害嗎 說到 我都不太知道 那將來試一下吧 然後它就有一個尖嘴的 好 這樣拍下去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集中一些風力 希望可以吹快一點 那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 很大的這些 吹頭 那應該是用來吹暖頭髮的用 吸著它 那我自己不知道會不會用 到時再算吧 那到最後就是這一箱了 裡面應該會有18隻碗碟 這次的開箱片 我最擔心就是它了 因為全部都是玻璃 那我自己就偏好那些碗碟碟碟 是用白色的 因為呢 我是很怕煮完東西吃 熱力滲了色素 所以呢 我自己都比較緊張這一類的東西 那筋呢 就是超普通的白色匙巾 那給大家看一下 都是白色的陶瓷 然後旁邊呢 是很漂亮的金色來的 它那隻金色呢 是不是貼上去的 它真的 滑的 摸下去 一點都不會有任何 癌癌癌癌癌 或者是裂的 噢 一隻大的湯匙 然後呢 還有一個的大湯碗 也是白色和金色包邊 還有四隻的豉油碟 我覺得呢 這一套基本上兩個人已經夠用了 如果不是太多親朋戚友過來吃飯 還有平時用來醃製 煮東西吃的話 都非常之夠用的 而這裡一套18件呢 價錢是132元人仔而已 我覺得性價比真是挑高 好了 那今天呢 這個是有史以來呢 在我家最災難性的淘寶開箱 那個溫暖程度呢 我覺得是比起雙十一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我沒有試過開這麼多大型 這麼多細微的東西 很感謝今天大家陪我開箱 這個家居用品 第一輯了 算是 接下來應該陸陸續續都會有不同的家居淘寶 或者是到時 Room Tour的時候一次過跟大家介紹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有這些開箱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一類型 以及會陪我參與這個年終項目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每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的影片 和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 等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